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售! 官方带着飞,周深才是人生赢家,这份荣誉虽迟但值得,为你骄傲,一晃七年过去了当初那个在好声音上,其貌不扬的小土豆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,走向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巅峰,为你骄傲,七年的风风雨雨,七年的坚守与等待,你终于让更多的人听到了你的声音,重新认识这个拥有天籁之音的男孩, 全球外交官中国之夜到场的都是重量级的人物,短短20分钟的明星表演时间,你有幸参与其中,演唱了You Raise Me Up,更加值得骄傲的是你拿下了2020最具影响力青年歌手的奖项,为你骄傲。 在现场观众的帮助下,网友们也有幸见证了周深这一辉煌的时刻,流传出来的直拍版本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,行走的CD,现场嘉宾的反应就是最好的证明,当周深没有张口的时候,很多人都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, 但是当周深声音出来的那瞬间,举起的手机已经告诉我们答案。周深曾经说过,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舞台哇,要成为我米的骄傲。 怀揣承诺的他,站在了更高的舞台上,用声音传递着梦想。为了践行承诺,周深的生活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忙。忙着积攒知识,提升自己的水平,忙着在不同的场合唱歌,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他。 用心准备每一个舞台,用心演绎每一个舞台,才会有更多的机会。 幸运格外眷顾有准备的人,之后的他频频登上央视重量级的舞台。 央视频多次直播周深的歌曲,波加兰并为他的新歌。 我在这,挺好的做宣传,直到这次站在多国外交官,面前现场歌曲。 很多人肯定会有疑惑为什么周深,能被邀请去参加,这样重量级的活动呢? 答案只有两个字实例。 这次活动主办方是中国,作为东道主,必须要拿出最能代表中国特色,且与国际接轨的表演。 参加表演的嘉宾人选和表演项目,是需要慎重考虑的。 首先,周深是一个能将美声、流星和国风多种不同风格融合在一起的歌手。 成名作大于与这首英文歌曲You Raise No Up。 周深就是这样处理的。 他选择类似唱试的形式,与同声配合。 力度把握得刚刚好,不叫柔造作,一部狂放喷张,柔则似水,刚则似时。 其次,就是强大的共情能力。 参加这次活动的嘉宾来自不同的国家,欣赏这样一个表演,产生共情才是最重要的。 一首励志与感深的歌曲,观众听到他的声音很容易就会被拉入歌曲的意境中来。 在他的声音中感受过往,回顾一路的风风雨雨。 有很多声米一直在强调,我们不是在挖矿,而是在见证一个伟人的成长史。 作为粉丝,我们有幸见证他从榜上无名的小歌手,成长到一个国家级,甚至迈上世界的歌手。 这才是偶像,榜样。 相信很多粉丝在周深的影响下,一定会再次思考自己的人生,获得不一样的体会,一起奋斗属于自己的辉煌。 亚太最佳艺人,周深票数近千万成一起绝尘之势,夺冠己无悬念。 亚太最好明星评选投票,自3月5日开始至今,现如今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。 坚据此项主题活动的评比完毕,仅剩于8天多的时间。 现如今在排行榜上,能够,说成未经分明,慢慢明亮。 现阶段排名前六位的分别是,周深肖战、赵丽颖、王一博、成毅和张哲瀚。 假如可以的话,总冠军可能在这里热位中造成,前三名军可得到中国100家新闻媒体,发布协同电影宣传的机遇,在其中总冠军可能得到关键篇数报道。 从这一份排行榜中能够,看得出,现阶段周深的投票数早已做到了970万票。 坚据破干万的考试成绩能够,说成为期不远,并且比照别的明星的投票数。 周深能够,说成展现出一起绝缠知识,往往那样说,是由于现阶段排第二位的肖战才487万余票。 周深能够,说成二倍技术领先第二名,整体实力,总流量,人气质,话题讨论度,关注度这种物品,对现阶段蒸蒸日上的周深而言。 一点也不缺,不容置疑,周深目前早已变成了各种排行榜的熟客。 并且无缘无故就展现出霸榜的姿势,在音乐层面,周深欧死邀请持续。 只需是热播电视剧,就需要随时随地背着周深最新歌曲的着陆。 而在当老师层面,周深又表明出了最深系统化与人性化的一面,轻松自在地进行课堂教学。 伴随着他越来越全方位的主要表现,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发掘了这一宝藏男孩。 并且生你的团队也是预见壮大,有天赋又极为勤奋,生活不容易,辜负一切一个努力的人,周深一路走来。 用自身对歌曲的坚持不懈,用始终如意的心态,一步步迈向更宽敞的演出舞台,从某种程度上说,他并不是一位单纯性的明星,也是一位高品质的超级偶像,在他的身上大家能学的许多。 周深在综艺里面有很多反应,感觉就是观众的反应,就很有素人滤镜。 首先,周深参加综艺绝对是对他有好处的。 周深是一个纯focal歌手,纯歌手这一职业在现在的娱乐圈里,真的没什么热度和话题。 所以你看周深前几年虽然实力不如现在,但你能说他唱得不好听吗? 不能吧,但为什么人气不高呢? 因为公司没背景,没有钱让也不够重视,周深给他充分地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机会。 所以参加综艺,能给周深带来人气,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个叫周深的歌手唱歌非常厉害,唱得非常好听。 有人担心周深会因为综艺失去自己的目标与方向。 这更不用,你们可别忘了周深和其他人不同,就不同在周深是正经参加高考后,也并不打算走歌手这条路的,所以他最后选择这条路,是迫于无奈和生活的压力。 所以他会比正经通过一考,和一开始就打算走音乐道路的人,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业,也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。 周深有很多歌迷,也有些是因为性格粉他的,就比较喜欢看他上综艺。 不过绝大多数人是既喜欢听歌,也喜欢看他上综艺。 说实话他参加的综艺,几乎都被冠以英宗名号,每个节目里都要唱歌。 可能有人觉得他是歌手,不该上这么多综艺。 但是他没耽误本业我觉得就好,甚至可以说,他发歌的速度堪称劳模,歌的质量也有目共睹。 热缩好几次都是因为唱歌,尤其因为上综艺有了跟朗朗合作的机会,简直就是神仙组合。 不要太敬艳,因为舞台小,音响也不可能多好,很希望未来能有更好的合作,这也很可能实现。 毕竟他的能力还是很能打低,总的来说,只要他没耽误唱歌,自己不是太累,过得开心,他上综艺我觉得没问题,也很期待,他真的很有趣。 每次让人捧腹,尤其是亲友里面跟杨迪贾玲几个人,太好笑了。 艺术来源于生活,并能造车的艺术当然也是艺术。 选择吸取生活中的精髓,服务于艺术认可的人,应该也不少。 当初那个憨憨的小土豆,也得益于各种节目,而成长为现在的小可爱,也会因为更多的综艺成长为他想成为的人。 周深加油,走自己的路,活出最精彩的周深。 我太爱周深的综艺了,他就是我的快乐之源。 他在综艺上的表现特别的松弛自然,就感觉不是刻意的表演,观感非常舒服。 他在综艺里面很多反应,感觉就是观众的反应,就很有素人滤镜。 这年头,看综艺不尴尬真的太难了,周深就是尴尬挨拯救者。 创四没有周深,我可能十分钟都坚持不了。 周深不仅仅综艺感好,人家还有实力。 歌唱得真好听,我旧的琴深深撑起了整个我们的歌,成为了年度最爱综艺没有之一。 不得不说,深深火了之后换的造型师真不错,感觉每次舞台造型都很适合。 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酷,而且看着很舒服。 对了,说到造型,青春环游记的造型真的很想吐槽,虽然节目挺好玩, 但是造型就真的很随意,感觉深深经常穿着打底扇就出街了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兵分娱乐秀》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,拜拜。